请问这里面有没有去过缅甸的人 好 你去缅甸的时候 你看到最特别是什么东西 请问一下 对 你去玩的吗 或是 我去玩的 特别 我去 感觉去普甘 看很多火塔 对 对 还有感觉缅甸人 那个生日早上出来脱波那种感觉最特别 那种 那种感觉特别很特别 有看到那个女姑吗 有 有 八戒女 是 是 我们是那个 年正角色是可以 大家都是把饭 煮饭 就是给那个 那个 画园 他们来画园就可以给他食物 是 尼姑的时候呢 我们是只要给倒笔 你的不一 哦 那没有问题 是 那如果说 就是 我有看过他们那个 他们来画园的和尚跟尼姑是 有的是 很多人的 有的 一两百人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给第一个的话 我后面每一个都要给吗 不用 不用 不用啊 对他们是会拍 可是在尾到那个寺庙的时候 他们大家 会分的 哦哦哦哦 我想说我愿意给可是我没有那么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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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个去那个 不看还有那个 阳光的那个 大金塔呢 嗯 你感觉怎么样 看到 大金塔 我感觉哦 是 呃 缅北一代的 华人很多 嗯 啊 缅南一代的 缅甸人很多 华人好像都已经 规划成缅甸人了 所以缅南跟缅北差很多 我现在应该够 哈哈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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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缅甸虽然是一个国家 可是缅北跟缅南还是有差不同 是 嘿 这样子 那我比较会去观察华人的现象 嘿 这样 啊我很喜欢缅甸 我觉得他们 即使很穷 但是非常有笑容 他们很和善 比如说你跟他讲哦 你要买 呃 这个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 然后缅币跟美金九百比一嘛 嗯 那我跟他买 呃一美元的葡萄 他是说本来 给我四个 但是呢我要走 他又 又三一串给我 我觉得他们好善良哦 对真的 谢谢 很热情 所以您是只是去玩 不是做研究 对 呃因为 玩了才有兴趣才会跑去做研究 我现在做明天的工作 那对对对 谢谢 您就是想搭高铁 对对对 我从台中来 对对 好 谢谢 我们今天在座有好多位 其实台下的也都是可以讲的 比如先 先让那个 爽口 爽口女 老师 也是做明天研究的 哦对 嗯 我是比较早进去哦 因为我22岁 诶 干嘛把 哈哈哈哈 都长出来了 对呃 我在我硕一的时候 我就去研究 那个时候1998年 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 一块美金是换346块 然后我现在回去的话 就已经是一千一了 一千一了 哦今年一千一 一千二 对 然后因为我去了 来来回回不下五十次了吧 所以那边已经是我的国 就有点像真的是我的家乡 我也买了房子 对 所以就是 呃 我有很多像亲人一样的 那我回应像刚刚 那另外一位老师说的 真的就是因为他们太亲切 哦 所以我一进去每个人都认我为干女儿 所以我有一大堆的干爸干妈 哈哈哈哈 然后我最主要 我是做缅甸古典音乐的研究 所以我接触到的人 其实大部分都是缅甸的缅族人 哦 因为是他们自己公平那一边 那一边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是公平音乐 对是公平音乐 那所以对我来说 刚开始是很辛苦的 因为我如果不会语言的话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跟老师们沟通 不过音乐是无国界嘛 所以其实我学音乐 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需要太多的语言 不过我因为我在中德长大 所以我就跟我的邻居开始学缅甸话 所以我就是到现在 呃 去大清台都不用付钱的 哈哈哈哈 我现在去哪里都不用付钱 因为我就是 就是 就是都讲缅甸话啦 哈哈 然后他们也 对他们也以为我是北方的密集团来的 我都会编一个故事 我五岁的时候就到台湾去啦 哈哈哈哈 我很喜欢讲这个故事 全部用缅甸话讲 他们都很高兴 啊 你回来探亲啊 对 然后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刚刚听两位 两位 呃 老师们 两位朋友的 对 所以我 我觉得是非常的 怎么说啊 就好像听到我自己 家乡的人在讲故事一样 对 所以只是说我的经验很不一样 因为我都是跟免局人 呃交流 所以 呃 跟华人也是有啦 因为我最近也是在做华人的研究 所以 其实 蛮有意思的 希望大家多 多到那个国家看一看 还有一件事我要分享的 呃 很快 是跟经济有关的 就是呃 呃 以前我刚开始去美甸的时候 我遇到的所有的人 哦 他们的薪水 比如说国家乐团 都是跟国家乐团的老师们 学习音乐嘛 国家乐团的老师 差不多一个月的薪水 是不到五十块美金的 那个时候 一九 一九九 明年底的时候 呃 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很少 可是我现在去 像我去年去的时候 我的国家乐团老师的女儿 她已经刚从新加坡回来 就是已经念入硕士回来 然后是会计师 然后她的薪水 离我现在在台湾中演乐的薪水还要高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说 他们的经济在过去的这两三年有成长有多快 对她只是一个快计区 然后是在少访那个手机 手机的店里面工作 她一个月月薪就差不多是八万多块台币 对 所以就是跟 就已经比我还要高了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的 呃 在台湾的缅甸人都 或者是缅甸华人都 想要回去缅甸 这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她的经济发展太快 对 有一些有缺点的嘛 比如说她很 你如果一进去你就会发觉那个 嗯 贫富的差距很大 那这个是我明知是没有办法 我还是没有办法释怀的 因为我还是会看到身旁很多朋友 她还是住在茅草屋 对 然后还是没有自己的卫浴设备 嗯 可是有钱的人 嗯 就真的是 被盖洋房啊 什么什么 所以就是 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境的转折 从过去 过去1998期到现在 不要讲太多 对 其实那个频率差距很大 真的 因为很多那个就是 很多我听到的就是那种 现在的状况 他们会就是 比较平民的那个 就是比较没有钱的家庭 他们会让孩子去当同工 就是到有钱人的家里面去帮佣这样子 所以在缅甸的那个 在现在 当时也是 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缅甸的同工的状况 其实是很 很常见的 就是他们 然后 现在在缅甸的有钱人非常多 然后他们现在 因为在缅甸看医生啊 就是 就是缅甸的医疗 我住的那个地方 医疗比较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们会到就是 会到仰光 或者是瓦城 甚至是泰国 然后中国 然后去就是 检查身体 或者是去治病这样 然后现在也会 也会来台湾 他们也会有个叫做那个 医疗团 然后来台湾是检查身体 就健康检查这样子 那 他们在缅甸 我听说啦 就听朋友讲 他们就 在缅甸现在的有钱人 他们大家比的不是 就是你有多少的金银财宝 或你有多少的那些 首饰包包 这些都不是 他们比的是 谁家愿意花多少钱去治病 就是 诶 譬如说我今天 我的胃病哪里有问题 我花了50万 就是去台湾去哪里 然后他们比的是这些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我们以前在美甸小的时候啊 其实医疗这部分啊 就是我爸妈能够把我们 八个小孩 平安健康 带到台湾来 其实也是一个 在医疗 就是在医疗的环境上 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在美甸啊 我们的那个医疗的知识也很落后 然后就是我们在 就是 有那个月籍 是很普遍 我小时候 大概一岁半把两岁 差点就死掉了 因为拉肚子拉到脱水 然后我的隔壁邻居 他们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拉肚子 然后拉到 就是就 后来就没有办法 就夭折了这样 然后那个邻居的那个 叔叔他就来看到我 他就说 我女儿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样 他一看到我他就哭了 他就说他女儿过世之前 就是像我这样 就是脱水的现象很严重 就是眼眶都凹下去了 然后我爸妈他们就是 就是他们就不惜一切就是 当时在我们党养那个地方的那个医疗 没有那么就没有那么好 就我爸爸因为他有去别的城市 就是有去运输这些做生意嘛 所以他有到别的地方就是去买那个 蒸剂买一些药水 回来请医生帮我 就帮我打 然后才治好的 所以在缅甸我们 就在我们那个住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那种 医疗知识的贫乏 所以造成了很多那种很冤枉的生命就没有了 就还是我们还听说就是有那种 就是在美丽有很多族群 像有一些是那个白衣 他们的比我们的姿势又更少一点 他们就有一个那个 呃就是他们不是会请那种就是 童工的一些就是比较小的 因为中孩子半大的孩子 然后就带那个小婴儿这样 然后他就发现那个小婴儿的中间的头的这里啊 会跳动 他就觉得一定里面有虫才会这样 所以他就拿那个针啊 去敲到他的那个就是他的杏门这里 他的小婴儿就死掉 就是之无此类 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听说我们的邻居啊 就是他生病他又去医院 他就打那个 他就打点滴 他就问医生说 你帮我打什么药水 那医生就说 这其实不算是药水 是食盐水 然后他就 他就觉得食盐水 什么是食盐水 那医生就说 那医生就大概跟他解释一下 什么是食盐水这样 他就他听起来就觉得 他就也没有什么啊 那就是盐巴加水啊 那就是食用的水跟盐巴这样 所以他就不打了 他回去之后就是他自己打 他就拿那个食用的水跟盐巴这样子打进他的身体 也就死掉了 所以我们在缅甸有遇到过很多这种就是 这种医疗上的因为知识不足 然后造成的生命的死亡 就是这是很常见 还有那种就是 就是父女生小孩的时候啊 就是 就像我们电视上看到那种古时候 会请那个产婆来家里面帮你接生 那有的时候会到医院啦 就是会到 会去医院 就是医生会帮你接生 可是如果真的来不及的时候 也会有那个小妈那种 就是来帮家里面接 那种产婆要来帮家里面接生这样 然后 就是我 我妈妈有个朋友他就说 现在在台湾 就是你要进产房 还说什么要无菌啊 然后就是穿那个无菌的衣啊 然后就是 就是把环境弄的一切都是无菌 他说他们以前在免电啦 他就说他有一天晚上 他必须 我们在免电当时的厕所是 还是那种毛厕那一种 毛坑那一种 他说上完厕所了 他就觉得他快要生了 嗯 然后他就已经破水了 可是当时是凌晨 就找不到任何人来把他接生 结果后来 他就 反正就是 他就 就生了这样 然后生了之后 不是有那个期待吗 然后他就自己剪 剪了之后 不是后面还有胎盘这些的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他妈妈就说 去请那个接生的人 已经在路上了 那个残活快要来了 你可能要自己处理一下什么的 他就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那个剪掉那个期待 不能让他收缩回你的身体里面 不然就很麻烦 很难处理 他就说 他就随手抓了他的拖鞋 把那个期待绑在拖鞋上欸 然后他剪期待那个剪刀 也是我们一般剪那个衣服的那种剪刀 就用那个蜡烛这样子烧一烧之后 他就剪自己的期待 他就说也自己活下来 至少有超过 对 对 对 就是我们在缅甸的一些那种医疗上 就是 其实就是 就是都 就是 如果你生病的话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像我弟弟他小时候 他的那个 牙齿非常不好 就是他很多蛀牙 可是 我们没有牙医 你看一般医生就不了不起了 可是牙医这种专科的更就更没有了 可是我弟弟他以前小时候 他比较易牙痛啊 我们全家都会鸡飞狗跳 因为啊 不知道他开始 他都 就是痛到哇哇大哭这样 然后我妈妈他们就只好拿那个年花 加那个驱风油啊 让他咬着 就是至少有点止痛 可能咬得更痛 让他忘记牙痛嘛 哈哈 所以他很常用那个方式来 就是来来来来 就是 你当做止痛也好 真的很痛 哈哈哈哈 还记得吗 还记得 这些都记得啦 因为 因为小时候 那个牙齿真的很烂 也可能是因为 我比较喜欢吃糖 还是怎样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 反正我印象中就是 知道我从小就是一口烂牙 嗯 然后就是 姐姐他们也是 从小 我就知道我那时候牙痛的时候很常 就会哭嘛 然后他们在帮我弄之后 常常被我揍 哈哈哈 所以他长大之后 他们也常拿这些来消遣我啊 就说 小时候我都打他们这样 呵呵呵 因为儿子在家里面是性感保费 呵呵呵 呵呵 我想请问两位另外一个问题是 谁 就是 你在你是缅北的华人 你缅南的华人 缅北的华人 会怎么看缅南 看缅南 看缅南 会不会觉得你们 你们仰光的人都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 仰光的华人 对于 年北的 这些华人 会不会 嗯 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嗯 你们是 比较穷 还是 比较野蛮 还是等等等等 随便讲一下 我觉得 年北的人 他们比较 做事情比较快 我们 我们那个年年 就是眼关注的人 大家就是 通常就是学 年电语 然后上英文课 虽然是我们的 年语跟那个英文课 比他们好多 但是我们的 国语能力是完全听不懂 所以我是来台湾的时候 我刚开始学的都是 那个夜景部的华语 学认字啦 学讲话啦 跟社会的人 很辛苦 这个也是花了无名嘛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 来台湾是没有问题 跟人家过头 比我们厉害 我是很羡慕 年北来的 因为他们华语来的人 他们是比较 还蛮适应社会的 那个接触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没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 好歹英文也是 这边的人 有些讲话 他们听不懂 因为我们是英语 英国的一百多年 他们就是殖民地 所以我们殖民地 英国我们是为主来讲的 但是台湾很多人 都是学的是美语 所以发音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 年北来的人更厉害 因为我们真的 华语整得不太好 如果你在仰光遇到 年北来的人 在仰光对于 年北来的人 会不会有什么 特别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就是 从小就是那个 关键就是 华人去大家都 爱赚钱 就是 就是爱赚钱 爱赚钱的人 他们很会赚钱 其实南北部的人 都是一直都读书 大学毕业 然后还没有嫁出去 期间都是靠 爸爸妈妈演我们的 我们都没有去打工 去上班 都没有做过 大家都是这样子过 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他们通常都是跟爸爸妈妈做生意 然后他们也是担门 但是我们在年边 那个南北的人 就是 妈妈说你要好好读书 就是他们不让我们去工作 就是只要大学 毕业以后 自己想要做 就是自己想 就是这样子 就是 他们是比较很会赚钱 我们是不会赚钱 好 到现在都还没有 现在该念的还没有 想问老师 现在就是说 因为 我听说了 米甸是一个 就是男女方面来讲的话 没有那么样平等的社会 但是像老师 您的家里就是 非常之是你念书 这是一个普遍吗 还是 女孩子念大学 或是大学上的学历 在缅南缅北 又是什么样的学历 其实是我阿公阿妈都是福建人 会讲福建话 我父母他们不会 他们没有跟我阿公阿妈学 我阿公阿妈因为 那时候是排华的世界有发生过 所以他们阿公阿妈也是 不敢讲自己的华语 他们彼此认识 那个朋友才会讲华语 然后呢 对他的儿女 我爸爸妈妈讲的都是缅缅我 所以我爸爸妈妈都完全 不会讲华语 附建话也不会 所以他们 我们是更不会 因为我爸爸妈妈不会 所以 嗯 嗯 对 那我说 那其他华人朋友有念大学吗 哦对 我看见的都是 其实是我阿公他福建人的关系 他也是不鼓励 所以我们女生是不用那么 那个学历很难高 他们概念都是一样的跟他们 所以女生是你只要 会看字可以就好了 我继续上大学 但是我们看见都是 朋友都是要继续上大学的时候 我也继续上阿 因为我觉得那个如果是 教育比较高的话 工作比较不会那么累 我是很怕累 工作很累 对不起 所以我是一直都匹医学 那个学位 就是这样的 是 谢谢 谢谢